网络热门快根植物推荐 大几棵竹之舞 发现这个快根植物之前没怎么听说过 但是还是非常的有特点的 因此出了一期这个视频 这个竹植物呢 它还有其他的名字 也有叫青膜的 之所以叫青膜呢 是因为它的外形是这种纯绿色的 非常的像毒线蔓 很有意思 大几棵呢 是这种双子叶植物 有八个属的是多肉植物 这个木本科植物的体内 还有有毒的枝叶 它的特点都是具有这种杯状 聚散花絮结构复杂 内包多少数的这个雌花和多数的雄花 理论上是可以自己这个产生后代的 当然它还有护包片和蜜线 内含大吉鼠 麻风树鼠 白雀珊瑚鼠 翡翠塔鼠等等 这个为什么这种植物叫大几棵呢 原来大几棵来自古典拉丁语里面的 Infobia 为公元前一世纪著名的希腊医师 欧福尔波斯命名的 他当时把这种植物运用为一种草药 来自北非的一种多肉植物 是具有强力的蟹药 欧福尔波斯向卢尼比亚国王 尤巴二世推荐了这种草药 尤巴二世引用福尔波斯命名的这种叫 Infobia 即Infobia 的这个形容词阴性形式 后来学者们认为 这种药草应该是大吉鼠的植物 可能是白角齐民 尼赖 据此便将这种植物的拉丁名 从Infobia的改变成它的变体 Infobia命名这种大吉科 因此大吉科则被广泛的应用 在我们的中医里面 大吉科也是非常的多 比如麻风术 然后还有碧麻 也都是用于泄药之类的 也都是属于大吉科的 所以大吉科 它的这个枝叶是一些比较有毒的 人们用这种比较弱的 这种毒性的大吉科植物来治疗 达到一些木底排泄 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木底 是非常的有意思的一种植物 慢慢的随着这些年的园艺化 然后这种大吉科 从药用变成了园艺观赏 这是一种非常多汁的大吉科植物 竹植物它的特征 就是这种树状的灌木丛状的 它是产于这个野门 它其实的主产区 是在于索马里 索马里半岛 当然在野门的索科特拉岛 甚至泰国也有少数的这种分布 这种植物呢 原产于的主要产区 也就是索马里 是具有这种块镜状大吉科的品种 非常的稀有 产自索马里 这个山北部36公里 靠近一个叫比拉执亚的一个狭小的区域 在园艺的栽培环境之中 竹植物从小就拥有了球状的根茎 上面强壮的枝条 托举着细长茂盛的蓝绿色叶片 它的花絮非常的复杂 宛如舞动着的绿色火焰 因此名名为竹植物大吉 由于它的产地分布的非常狭窄 它的园艺环境的流通也比较少 深受大吉科收藏爱好者的追捧 目前它的国内售价是580元左右 就那么一小颗 它的繁殖方式呢 是播种和千叉 一般是千叉的会多一些 但当然卖这个的人也不是很多 是非常冷门的一个品种了 这种植物的海拔分布 是比较在低海拔的区域 海平面至海拔700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干物种在克罗顿索克兰特这种灌木丛中 这种灌木丛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常见 偶尔在干旱的落叶宁地中 它是这个地区的新兴植物 然后当地的这些居民呢 也会种植这些植物 把它们当作栅栏使用 有时它们会在荒凉平原形成这种小树林 但通常只生长在低地之中 这种植物呢 和当地的一些其他类型的这种大几棵植物 是一起生长的 形成了这个地区特有的一种景观 非常的有意思啊 与这个植物呢 不仅是生长在这个索马里这一带 它们还产生在野门的索克塔瓦岛上面 也发现了这种物种 这种物种呢 是和其他的索克拉拉的植物是一样的 在干旱的季节中生存下来 甚至在干旱的季节开花 在索克拉拉岛上分布的是一个叫 阿布多勒库的一个繁荣的这种小的殖民地 在这里 这里的苗随处可见 就是各个阶段都能找到 这个岛上的人口少 就是因此没有受到人们的侵扰 就是说这个岛酸在索马里这个地区 已经只生活在一个比较小的区域 受到人类的威胁什么呢 然后这个植物数量在未减 但后来人们又在索克塔瓦岛上面 发现了这个种群 由此可见 这种植物就是它的传播能力 和分布能力还是比较广泛的 它们的繁殖能力也是比较强 然后它们也可以从这个植物的分布 可以对这些地方的人文 然后历史 然后地理等等的进行一个研究 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物种 这个地区的人 比较喜欢把这种植物 动植在定居点附近 作为树木的使用 也在旱季的时候 当作牲畜的寺庙去喂养 如果牲畜的树鸟大火的增加 或者是出现年式的干旱年份 它可能会在某些地区 迅速的受到威胁 要知道 这个岛上的资源是比较有限的 因此来说 这种植物在大体壳里面 算是非常珍贵而稀有的一个品种 应该是受到足够的关注 竹植物是一种生长缓慢的物种 但是它的栽培确实比较容易的 只要有一个排水良好的土壤 它就能打得很好 这种植物很适合在室内养护 在那里 它们很容易就能打到天花板的高度 给植物一个通风的环境 和比较良好的生长介质 如粘土腐蚀熔岩沙粒 或者是少量的泥炭 或者是辅液土 它的在1月到12月 都是可以正常浇水的 但是它不能 怎么说呢 就是不要在盆内积水 然后冬季可以完全干燥 但是你也可以 如果在室内养护的话 也是可以浇水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 在室内养护的时候 注意通风 它的柱子经常互相的撞击 会造成永久性的疤痕 最好种植在风不大的这种地方 它是一种生命相对较长的植物 因此种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个较深较大的盆 它将一直在那里可以定居多年 它可以忍受非常强的 就是室内没有阳光的这种环境 并且一直在阴凉处生长 当然它也可以置于充足的阳光之下 慢慢的硬化 如果从阴凉处转移到阳光下 太突然植物就会被严重的烧焦 要知道这种植物 它的只有小时候才有叶片 可以遮挡阳光 它慢慢长大之后 叶子是会脱落的 会变成光秃秃的这种绿色枝条状植物 因此比较适合在室内养殖 它含有乳白色的枝叶 有毒会灼伤皮肤 所以请小心 它是一种特有的树种 可以为牧船提供胶水 然后还有植缝剂 鱼毒 杀虫剂 汗剂可以作为饲料 然后也可以作为药物当泄药 它还为鸟类提供了 祝宝的地点和食物 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植物 有的小伙伴就问了 小心小心 你刚才说 这个植物砍下来会有白色枝叶 会灼伤皮肤 那么前面为什么说 山羊吃了之后问题不大呢 问题就在于这里 他们虽然说 他们的枝条流出白色液体 对人皮肤有伤害 但是当地的牧民 却用麻袋作为隔离 去装这些砍下来的枝条 当他们运到山羊的面前 山羊却能轻松的把它们吃掉 并不会对植物做出什么反应 可能怎么说呢 山羊吃它们只是为了帮助消化而已 就相当于人吃蟹药一样 但是这种毒液 在山羊的体内 好像够不成威胁 无论它们是新鲜的枝条 还是它们干燥之石 都是一样的 这种植物所包含的乳白色的枝叶 对我们的皮肤和黏膜 是有非常大的刺激性 如果你不戴手套 摸到了这种白色的乳液 在揉眼睛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眼睛刺痛 可能它有毒 如果吞咽 可能会导致口腔 唇舌 舌头的这种灼热 与皮肤接触会出现严重的刺激 会发红 有灼烧感 与眼睛接触会导致剧烈的疼痛 在某些情况 它可能会导致失明数天 它们的症状 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恶化 对于眼睛来说 如果你不幸接触到了这种之夜 要用新鲜冰冷的这种冰水 去冲洗眼睛 至少几分钟之后 然后重复几次 如果没有缓解 请就医 如果你家里面有什么 第一眼睛的这种非处方药物的话 可以为某些人提供缓解 希望大家不要用到上面的这些方法 总体来说 大脊科的汁液 确实是非常的厉害 有一种大脊科植物叫树脂大脊 它的辣度可能是辣椒的几万倍 那是非常相当厉害 一般的话 我们常用的地麻麻风术什么的 也就是做一个泄药 所以这个植物是很厉害 好了 那今天咱们就聊完了 总体来说 这是一科非常有意思的 又是一个costplay玩家 他cost的是西凡年科 这个朔年署的这个刺线慢 毒线慢 模拟了他们的外表 很神奇 更神奇的是 他和上面说的毒线慢 刺线慢 好像是生活在一个区域 也都是索马尼这个地区 非常的神奇 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的驱通进化 最终我成为了你的样子 霸占了你的栖息地 然后成为了最适合这个环境的植物 也是很厉害的 总体来说 这个植物挺不错的 当然它的售价确实不便宜 国内的话 也是比较不便宜的 并且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的 基本上都是这种小苗 就是小苗 如果你要是纯原意的这个蜘蛛 它的毒性 没有产地的那么毒 好了 那废话不多说了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小新节目 欢迎一键三连加关注 如果你有小知道的植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么我们将一一的安排 然后感谢大家 马上618了 也可以到我的店铺去看看 好了 那我们下期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